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零工资也没有变 虽然他和妻子说了这个事情 但妻子显然不认同男主说的什么荣耀一词 毕竟生活需要继续的 男主忙得连女儿的毕业典礼都忘记参加了 这些年因为工作和家庭 道格被弄得心力交瘁 某天早上 妻子以前的同事打电话给他 表示自己要升职了 希望他能够回来顶替现在的位置 面对妻子的权务 男主只是说 你还是好好的在家里带孩子 不然的话我们还要请个保姆 毕竟你前几个月可能不一定有工资 妻子是希望道格辛苦点偶尔帮忙看看孩子 但道格却觉得自己太忙了 无法两边都兼顾 为了这件事情两个人吵了一架 心防意乱的男主去上班 更是碰到了让他恼火的事情 什么广道一类的出了问题 此时工作和家庭让他有点崩溃了 想发火却不知道该怎么发出来 恰在这边 他遇到了一位神秘的遗传学家励志博士 他似乎看出了男主的烦恼 愿意绊绊他 一开始男主只以为眼前这个男主是类似心理学家的人 既然现在这么烦闷不妨去试试看 听完男主的叙述 博士表示你需要的不是心理辅导 需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 他还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一位无性防止的专家 这些年他做了不少实验 最后在人体实验成功了 所以在男主的面前就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博士 如果想要解决他现在的问题 那么需要复制一个自己出来 这样既能经过家里又能将工作做得完好 男主愁出了一会儿最终答应了 这个无性防止实验很快就完成了 通过电脑扫描男主的身体 最后在另外一个仪器中出现了另外一具身体 显然复制实验成功了 当男主再次醒来 发现眼前出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一开始床上的男主以为自己才是本体 没想到自己是复制体 耳朵背后的数字就能看出谁才是本体 谁是复制体 而且复制出来的人拥有前者的全部记忆 但是他们的性格还是有细微的差异 回到家的两个人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一个照顾家庭 一个负责外面的工作 有了分身的男主应付起工作来 那真的是得心应手 早早的来到了公司 但我们的本体还没有反应过来 竟然也来了 当他听说自己早已经在里面开会了 才知道现在自己不需要再来上班了 也因为性格的差异 这个复制体狠狠地 扼整了一段那个经常欺负界的男同事 其实两个人偶尔还会调换工作关系 没有谁是固定出去工作的 现在有了时间 男主终于可以去看看儿子的比赛 还能照顾他们 当然妻子的工作要求更没有什么问题了 只是他还是疏忽了一点 但还只是一件麻烦且复杂的活 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在经历带孩子参加表演 吃饭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男主要崩溃了 更夸张的是 夫妻二人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复制体竟然带着另外一个漂亮姑娘也来了 这可把男主给吓得够呛 要是让妻子发现自己出轨了 就不得了了 所以两个男人在厕所内碰面了 出来的时候更是怒谎了 反正多出来一个人也是够呛 有时候分工不明确的话 很容易怒谎 这不是最夸张的 最夸张的是 复制体用男主当时留下来的名片 却找了不是 再次复制出了一个三号 这个三号有点居家 性质也软软的 并不像本体还有二号 如果让他来照顾孩子们非常的好 原本是本体在外面工作 二号照顾孩子 但现在有了二号和三号 男主想要放松放松出去好好玩玩 现在三号照顾家庭 二号出去工作 最多的一幕就是 本体和几个人约定过 他们都不能碰自己的妻子 只有自己才可以 所以往回家的男主不知不觉上了床 发现复制体竟然在床上 这一幕真的太逗了 三个人已经让男主觉得很乱了 更何况这另外两个还会经常带其他女生来家里 这要是被发现那真的是不得了了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竟然又复制出来了一个 现在是四个男主 四个人性格完全不同 这四号估计是集中了男主所有的逗逼的存在 有点像个孩子 四个不同的人经常和妻子接触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感觉出异常 十二狂野 十二居家 十二逗逼 这是什么鬼 关键是经常忘记事情 其实不是忘记事情 而是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 既是不会共享的 所以答应过妻子和孩子的事情 有时候都会想不起来 这让妻子很费解 也很无欲 但他弄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这样 原本男主准备带着妻子出海游玩的 但是被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这段时间的丈夫很陌生 无奈之下 无奈之下 男主只能独自出去游玩了 当然电影最多的一段就是 妻子发现自己很久没有和丈夫甜蜜了 这次可不是男主本人 而是三号 所以妻子听到了三号鬼哭懒好的叫声 更是在楼下喝水的时候 和二号再次发生了甜蜜的事情 这段真的很逗 虽然几个人性格有所差异 但实际上都是男主 也不算出轨 此时在游床上的男主想了很多 他这一生的经历 他想要的追求到底是什么 隔天本来是建筑物监督员来寻查 可是二号正好生病了 该怎么办呢 真正了解建筑这块的只有本体和二号 但是男主不在家 所以只能让三号先去顶包 可对建筑这块毫无兴趣的二号 不仅将监督员给弄走了 还让老板切得半死 最后开除了男主 此时工作和家庭两边都出了问题 妻子也因为和他们吵架回了娘家 所以男主回来的时候 看到了乱糟糟的一幕 他不明白为何会变成这样 如果不是四号的一句话 因为妻子害怕 男主才断然醒悟 确实是这样 多变的丈夫和让他觉得陌生的丈夫 让他感觉到害怕 并不是说不爱自己 想吞了这一切 男主带着二三四去将老板要求的房子修建好 并向老板道歉 更是去了娘家找回了妻子 带着他去看了最现在的家 一个被他改造后充满温馨的家 至于二三四号准备离开这里 留在这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男主自己的问题需要他自己去搞定 我想经历了这次的事情 男主应该更懂得怎么去平衡家庭和工作 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属于谁的 好好的沟通才是根本 毕竟谁都有心防郁闷的时候 心平气和的聊聊 比正出谁对谁错更加有意义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